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水蝉蝉 吾蟲蟲 金蝉蝉蝉熊熊 吐宽宽 盛大道 吐宽宽 盛大道 吐宽宽 吐宽宽 盛大道 盛大道 武方 浮现 众英雄 吐宽宽 吐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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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从从 金灿灿火熊熊 图宽宽生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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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仿佛仙中 金雄 女人之余本王 生我者不可 我生者不可 余者不可 不可 不过若是臣妾没看错的话 殿下本人并不在吧 靠山王阳临 老而肃庸重病 本王若得他 不天 既然这样 只要靖王想着 臣妾倒是有一个办法 既然不能另行手段 那就明媒正确 不如 就让皇上替靖王殿下做主 向炕山王提起 皇上替靖王殿下 这又何必殿下自己去说 只要你母后答应 让母后去求皇上不就行 皇上 我若得那 遇见不出我 你妈妈冷落了吧 我既然敢为殿下谋他 便有自信震得住他 更何况 殿下不早就答应过我 如果有朝一日 殿下登上大头 便封我做皇后 请王蛙 他想做皇后 好好 给我抓住 把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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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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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了 皇刚筹措得如何了 回禀父王 还在筹措中 还差多少 还差十万两 那就尽早安排 沿途各地周县抚押 扫青响马 务必保证皇刚安全送他 是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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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这里有五十多人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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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衙门里 当多大的官啊 马快搬头 老子当是多大的官呢 原来是个瞎瞳醒将 罗海 现在头岸还来得及 如若抵抗 最佳一等 还挺硬的 小的们 在 把这个狗差人下油锅给我炸了 做成软炸礼金送到县衙去 给那个狗县令下酒吃 大王卫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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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鸟马 大王快点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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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别动 都别动 你究竟是什么人 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山东立城县 马快搬头 秦虫秦树 即可奉命 终于不归案 英雄 饶命啊 走吧 如若抵抗 于龙海同罪处置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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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进来 二哥 你没事吧 大夫兄弟 幸亏你来得及时 我没事 没事就好 二哥 一旦对我们也是个无敬 兄弟们的外头 可都担心着呢 龙海呢 去 去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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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律法 若再跑最佳一等 即刻取决 二哥 可累死我了 带回去吧 走 皇爷 我等奉皇上之命已将彩礼送到 婚期定于八月八日 赏回银 送客 谢王驾千岁 请 请 父王 这些货礼 这是晋王送来的彩礼 而且婚期已定 父王 若是玉儿决意不嫁呢 婚约乃是皇上所赐 要请婚期已定 为父也无可推辞 晋王才华红翼 亦表人才 你究竟因何故不愿嫁呢 莫不是 心中已有他人 玉儿心中并无他人 父王 玉儿不愿嫁给晋王 一是在现无之时 晋王他举止轻抚 玉儿实在无法认同 二来 玉儿还想留在父王身边 报答父王 您的抚养之影 你的心思为父明白 只是圣旨已下 为父也无力万活呀 不嫁 那就是抗旨啊 王家千岁 五魁 五亮将军已准备就绪 出发北平府 谁别带怒 为五将军速刑 是 玉儿 你还是好好准备一下吧 玉儿 談刑啊 我怎麼好幾天 都沒有看見她人影 回陛下 說吧 快说 是 是 太子大猎去了 若不是害了这场命 朕还想着去打指老虎呢 父皇一定信任 大事儿臣陪父皇一起去 来 我自己来 皇上 月儿即将大婚 就让他静静孝心吧 父皇 母后 儿臣也从天台智者大师 守菩萨记 法名总持 儿 相信一定能为父皇母后 交在言寿 婴儿 你这样尽善尽孝 父皇母后都看在眼里了 父皇 婴儿 你向来见吗 哪来的这等不寻常之 母后 您想姐姐不上奢华 可是 可是您 您那点刀剖都残破了 我真实在看不下去 就私自留下这件 母后恕罪 母后 高兴还来不及 高兴还来不及 怎么了 叶宁 母后 儿臣不敢说 母后 怎么回事 书女 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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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臣病了长痕 受到父皇母后的家乡 可谁知道 却算到大哥的猜忌 大哥说 四下绝不会放过儿臣 母后 母后 我带见大哥登基 儿臣性命休矣 母后 祈禀皇后娘娘 太子殿下求见 你知道了 嬴儿 你下去吧 我保证 臣告退 儿臣参见母后 你最近收获如何呀 打了几只狼 几只兔子 身为太子 一国储君 正天东游西道 不理正事 你看你哪还有太子的样子 你父皇生病 你不再左右伺候 竟然去打猎取乐 你的仁孝之心哪里去了 母后切勿生气 孩儿知错了 你父皇生病 你为何不去探望 儿臣 儿臣只是不想见到禁王 他是你的亲弟弟啊 我就是看不管他装腔作势 虚伪的样子 你倒不虚伪 平臣国 弟怕热 打突厥你怕冷 结果弟弟屡见奇怪 怎么你受不了了 早干什么去了 儿 儿臣 你心胸狭隘 哪像个英明的君主 我真是担心啊 将来如何掌控大隋的天下 不要不要 皇上 皇上 您又入梦了 朕刚刚做了一个梦 在梦中 朕正在大殿里批约奏章 突然 来了一股大水 是 有出来很多黄狗屏 十几个 对于 十八个 他不来 撕扯朕的龙袍 然后 撕毁奏折 朕就醒了 真好 好怪 十八个 我无口小人 正是 皇上让奴才寻解梦之人 奴才就赶过来 向殿下通报 好 这可使不得使不得呀 哎呀 能为晋王殿下做事 那是奴才的福分哪 哦 是公公 皇后本王 在巢中 能否尔送无名 那就得看公公您了 请禁蒙殿下尽管放心 往后无论宫里发生什么 保证您是第一个知道 父皇身边还得有人在 不留你了 那奴才告退了 禁王心中意误告终 狗的命军 与我品品一样 执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识 好识啊 这可是轻载难逢的好机会 哦 我们可以聚集暖定太子杨勇左膀右臂 真的 是谁 李渊 你们说的你们都记住了 那你们背一遍 那你们背一遍 敬礼如同 台湖屋 早晚天加油大馆 就这样 你们哪 每天给我念上一百遍 听见了吗 只要念就有糖葫芦吃 我每天免费的供应你们糖葫芦吃 那你也要说话算数 把糖葫芦给我们 算数算数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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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既无头 海无边 早晚天下流汤滑 早晚天下流汤滑 我 我 又在外边跟我惹什么事了 哎呀 你先别凶他呀 问清楚了再说 没 没人事啊 我就 我 我就见那个人实 实话我 就 推了一下 那 这 这哪里是推一把呀 人家王公子都已经伤到筋骨了 大夫看过 说十天半月的都下不了床了 王家都来闹过几回了 那 谁 谁让他 人在哪儿 住口 家门不幸出了你这个孽子 你看看你几个哥哥 建成 市民 元吉 哪个不是文韬武略 哪个像你一见呀 我家元爸怎么了 他心地善良 也有他的长处啊 还 还 还是 还是 还是你还好 欠过那么多四叔先生 哪有一个教会他半个字的 仲上之下必有永夫 你找不到 我找 看你的 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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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头还 还 还无边 这 这 早晚天下有 有 有 有他 他 管 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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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头 十八个黄口小儿 就是十八子 这就是说十八子木 子 礼 私扯龙袍 私奏章 这就是说 礼性之人要扰乱朝綱 为我打碎的江山社稷 臣该死胡言乱语 请皇上责罚 你 你快说 此劫是否有方法化解 有 是有 快讲 快讲 陛下 臣不敢讲 为何 若要臣讲 请陛下先设臣之四罪 讲吧 设你无罪 天下理性之人众多 不可能一一方反 为今之计 只有杀掉朝中的理性重臣 你 保证皇位不属理性之人的威胁 能把我打碎 安然无恙 江山永固啊 无济之谈 万万不可 本朝理性大臣 有几十位之多呀 那都是功臣和外戚 若赢一个梦要杀掉那么多人 那岂不是要造成大乱子 请皇上三思啊 皇上的江山设计重要 还是理性臣子重要 你 您可信其有 这没有什么所谓 该杀就得杀 这是皇上鸿福齐天 老天示茧 皇上 天欲如此断不可为呀 皇上 皇上 皇后娘娘担心皇上夜读过于辛劳 特送来银花莲子羹 皇上 帮下吧 陈公公 你觉得语文化吉 这孟姐的如何呀 一个字准哪 皇上乃真龙天子 天命所归 心眼通天哪 梦境就是征兆 所以呀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啊 皇上 小心为上啊 皇上 皇上 奴才有一件事 不知当讲不当讲 但说无妨 最近房间兴起一具童谣 不知从何而起 却越传越凶哪 哦 什么童谣 说的是 说的是 既无头 海无边 早晚天下有他管 既无头 是个李字 海无边 是 皇上 唐国公李渊次子李世民 今日随母亲窦士前来宫中探望皇后娘娘 听皇后讲起皇上的十八子之梦 想要面见皇上已在外面等候多时了 素闻着唐国公次子李世民文桃武略 朕倒想听听他有何见解 宣他进来 是 世民叩见皇上 世民平身 谢皇上 世民啊 想必你已经听说朕的梦了 有何见解 回皇上 梦之玄妙 恐非言语能够讲清 然凡事皆有两面 还请皇上从另一面考虑 那你对此梦作何解释 十八小儿 乃是说皇室后代人丁兴旺 围绕皇上身边是下天伦之乐 那房间童谣 既无头还无边 早晚天下归他管 这又作何解释 既劫往复天地宽广 是说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若皇上仍是担心 不如便将朝中李姓大臣 贬折至边缘之地 让他们远离朝廷 我父亲亦会赶皇恩浩荡 于边缘之地为皇上尽忠 保持没有 那外面顶着 是 既 既 既无头 既既无头 海海无边 早晚天下有有有 朝贯 这 整天这样胡言乱语 这 乘何体统 不疼 这 这 闹眼啊似的 夫人 马尘就在外面 赶紧收拾东西上路 要快 老爷 老爷 圣指到了 这么快 是福不是火 是火逃不过 夫人 我去接着 你先走 我随后就到 走 老爷 父皇不杀李渊 正是 皇上说 对李姓官员 不杀不留 全部便到外面去 李渊被贬去太原 任通手一支 便宜了这个老匹夫 一定是太子 搜了母后的门路 这像是母后的主意 被编的还有谁 还有蒲国公李红便核桃 玉国公李克便河北 还有公部尚书 护部侍郎等几个 无关紧要的人物 这个李渊 是太子一党的灵魂 必须除掉这幸福之患 半路皆杀 然后 栽赃给祥马 死无对证 派谁去 进侍卫 死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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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者何人 降马皆到 你快跑 保护将军 往苏林那边走 远方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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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过去看看 等等 还是我去 你看好龙槐 好 小心啊 你也小心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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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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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 神 金石碑 多谢壮士 出手相救 神仙你打得太太太好了 我赶紧走吧 装使 可否留下性命 不必了 父亲 我刚才看见他的腰盘上 刻着一个穷子 穷 穷 二哥 大半夜的 你跑哪儿去了 二哥就是爱敢闲事 赶紧睡吧 明早还得赶路呢 不能睡了 我们得马上走 这么晚了还要赶路呢 对 到底出什么事了 我杀了金蛇卫 什么 你杀了金蛇卫 你真是吃了雄心暴死胆了你 杀了什么 我还不知道他们是金蛇卫 你看 你看 二哥 你怎么受伤了 别管那么多了 赶紧走 走 好 金蛇卫从不失手 你已经不配做金蛇卫了 你已经不配做金蛇卫了 你 快 快 好 现在最重要的 是找回妖牌 你 能认得出 救李渊的那个人吗 能 好 那我就给你个将功赎穷的机会 谢大人不杀之恩 下去吧 是 金蛇卫乃皇家卫队 只想暗杀任务从未失手 此番失手 不仅危及我宇文家族 甚至还可能牵连晋王殿下 父亲 我亲自走一趟 必将腰牌追回 不 你不能善理长安 朝廷之上 看似风平浪静 世子汉潮汹涌涌 你留在长安 助金蛙完成夺位大吉 今是位置中 谁最得利 赐马兴 二哥 你怎么样 这样下去不行 今生位很快就会追上来 这样 走小路 好 二哥我听你的 可你这伤势我怕耽误了 没事 快走 好 父亲 不知父亲 有何吩咐 晋王要迎娶豫君主 你去把豫君主接进宫 怎么 你不愿去 儿臣不敢 只是父亲先前说 让儿臣留守长安为重 不知这件事情可否另排他人 此事关系到晋王与靠山王联姻的大事不得有失 是 我要你亲自去办 听到没有 是 是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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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 下马 快下马 二哥 我们下马干什么呀 听我说 咱们这么跑不是办法 看到身后的马蹄印了吧 他们会随着马蹄印追到我们的 要是真被追到 就跟他们拼了 豁出去了 不行 他们都是高手 我们跟他们拼 不一时一轮一时 那怎么办 拿上 黄苗 听话 一直往前抱 走 驾 驾 驾 这个办法好 走 走 走 小心 二哥 怎么样 停 他们来了 我们现在怎么办 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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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回去 走 好 来 走 高 坚持住 老中 怎么样 你这位兄弟 好像中了阵毒 什么 阵毒 对 有一种鸟叫阵鸟 此鸟巨多无比 即使是一只羽毛 在酒里站上一阵 立刻就变成毒酒 几滴就能叫人移民归西 你这位兄弟 你这位兄弟 全场的体格状撑到现在 如果再耽误个一天半天的 恐怕连神仙也救不了他了 好 那现在怎么办呢 没情人不要着急 老秀这里还存一些制舌头的草药 药力相同应该也能治上一尘 好 不过 这是死是活 那就要看他的造火了 殿秦人 你要行善行 一诸功读 你可要忍着一点 好 来吧 二哥 坚持住 二哥 坚持住啊 这兄弟是被暗器所上 对手能在暗器上危阵毒 岳飞寻常人的 他们是什么人 将药大盗 他 这也难怪 现在毒性已深入激励 还好没有伤及内脏 老秀的药 已经控制了毒性的蔓延 二哥 命算把住了 二哥 不过还需每日换药 起码要尽量 拜日以后才能好了 知道了 就用指来日定当作谢 多谢了 那 老秀告辞了 告辞了 那我就不送了 我们上当了 往回坠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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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直是岂有此理 杨林老儿竟不和本王商量 要派他的人到我北平王府来挂帅 这百名了 要监视本王 王爷 是谁惹了你了 参见王府娘娘娘 参见王府娘娘 免了 你看你啊 这么大年纪了 天天暴跳如雷的 我这刚出门 就听到你又吼又叫的 什么事把你这个北平王给弃成这样 娘娘有所不知 是 那靠山王府派他的亲父母魁武妖 前来北平府任命 实则是要监视我们 哦 我还以为是什么事 夫人有所不知 这个老匹夫妻人太甚 我北平王府姓罗不姓杨 燕云十六周都是我罗家的地盘 谁也不能介入 谁要胆敢 一定要他知道我姓罗的绝不是好者的 北平王府 这根骨头不是谁都能砍大 伤心 WHY SION 迷恋这废话 就遗忘了正过 跑得下堂花 才迎得来红火 看尽了悬腾 就学会了寂寞 舍弃这个欢愈 才飘下了极乐 春夜的细雨 秋日的方的 人心的繁华 唯美的摇着 无情的天道 有缘有缘的交合 瞬间的景彩 千古的平说 哦 听家伴助理 快一划剑作 往后对红颜 谈笑说青涩 哦 往十月千年 孤过的风中 哦 梦里花浮点 飞坐长安客 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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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坐长安客